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场官司 网络热议 他们为何要小题大做 然后他们家就很难好 他是在侵害我的隐私 公共空间该如何利用 隐私界限该怎么划分 今日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邻居门口的眼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我们经常会说远亲不如近邻 近邻不如对门 今天要说的这件事 就发生在对门邻居之间 他们住在同一栋楼的同一层 共用一条走廊和同一部电梯 距离近了 关系本来应该更加和睦 可是最近几年的两户人间 关系是火药味十足 频频地擦墙走火 把警察都给惊动了 光看这动静 就知道这两家的矛盾小不了 事实上 这两家之间的这个矛盾 绝对是一小见大 不止打了两场官司 还在第二场庭审的时候 进行了网络直播 引发了社会热议 究竟是什么议题呢 我们从头说起吧 今天这个事发生在上海 历史赋予了这座城市包容的特性 生活在这里的人呢 是既传统又时尚 在上海市区 有一栋有些年头的高层住宅里头 三十出头的江源 和六十出头的李秀英 就是门对门的林月 共享着一梯两户的公共空间 也因为这种距离上的亲近吧 两家的关系一度十分亲密 他们家有个小孩 我们家也有小孩 我女儿跟他差不多生孩子 他妈妈就带孩子 就到我家里来谈谈什么 这关系还可以 我跟他们说过 我说现在都是独生子 然后我两家孩子年旧差不多大 其实我们可以多让孩子在一起 然而2019年的6月 一次再寻常不过的串门行为 却让这两家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这天呢 江源的母亲照常到李秀英家里头串门 李秀英开门的时候啊 无意当中那么一看 发现这个江源的母亲呢 竟然被拍下来了 江源母亲在楼道里的这个活动画面呢 竟然被拍下来了 而且传到了江源的手机里 这个发现顿时就让李秀英 心里头咯噔了一下 警惕起来了 仔细观察过后 他才发现江源家门口啊 按了一个椭圆形的 一闪一闪的小机器 这是个什么东西 当时我12月份的时候 家里钥匙带着就出门了 后来我们就开了个开锁的师傅 当时就想换个纸纹密码锁 其实是为了这个锁而配套产生 买了这个门 江源年轻时尚 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他兴致勃勃地向对门李阿姨 介绍了一下门口的这个新鲜玩意儿 说这是一个最新款的可视化门铃 具有摄录功能 摄像头呢 是162度的这个广角尽头 能够监测到以门铃为中心 1到3米的范围 如果在范围内有人经过的话 门铃呢就会自动拍照 如果有人在门口停留15秒以上 门铃呢就会向安装者的这个手机APP上啊 推送短视频 安装半年以来 这门铃啊帮了他不少的忙 江源是滔滔不绝 他并没有意识到李阿姨那脸色是越来越不对劲 他找来了自个儿的女儿 对江源家的这个可视化门铃的型号以及功能 进行了一番研究 之后啊那脸色就更不好看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门铃当初安装的位置 由于江源家的这个门侧对电梯的 而李秀英家呢是正对着江源 江源呢就把门铃安在了家门的这个边上 正对着电梯口的位置 也就是说只要在这一层进出电梯的人 理论上都会被涉入进去 这其中自然也就包括李秀英和他的家人们了 一想到这一点嘛 李秀英心里就有点发毛了 尤其是这门铃已经安装了半年多 自个儿还浑然不绝 他更感到气不打一出来了 立马就跟江源提出了要求 然后我就跟他提侧 李秀英表示你这不只是一个门铃啊 而是一只眼睛啊 我在自家门口的一举一动 都被你们家的摄像头监控着 这是对我全力的侵犯 但是这话一说出来江源也变了脸色了 他表示门口和过道那是公共空间 怎么就侵权了呀 要真说起来 我安这个可视门铃 其中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为了这个公共空间 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因为他一直让我有一件事情 就是六年啊 都是让我不舒服 原来早在2013年12月 江源刚搬进来的时候 他就对李秀英家在楼道里放鞋柜 在电表箱水表箱里头堆放杂物的行为感到不满 李秀英一家却表示 江源家才是真正在走廊里头堆放东西 抢占公共区域的人 他把的婴儿车从一辆放到了饲料 孩子的玩具也堆在这个楼道里面 包括他下雨的时候雨伞也放在我们家门口 江源表示那也是你们先打了样 我才效仿的再说了我只放了一阵子就被你们阻止了 然后他们家就很难耗 就是说我们先放 即使就说他们先放 那个走廊和电脑上的东西 就是堆入空间就属于他们 真是一笔糊涂账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在公共走廊里头堆放物品本身就是不对的 有安全隐患 江源表示 他也正是因为这方面的考虑 才对着电梯口安装了可视门铃 因为这个角度刚好可以拍摄到电表箱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理由听在李秀英的耳朵里 那无疑就是火上浇油了 两家早就有集院 又有门铃这个导火索一来二去的这把火就越烧越大 江源以李秀英堆放杂物 违反消防治安条例为由到物业投诉去了 江源表示 自个的投诉是有法可依的 这可把李秀英给气坏了 那你装可视门铃的这操作难道就合法呀 李秀英一直诉状把江源告上了法庭 2019年12月10号 是暗示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个案子 江源和李秀英要争夺的不只是方寸之间的隐私 也是对公共空间的解释权 鉴于双方是邻居 最后还要在一个乌鸦下相处 法官首先尝试了一下调解 然后我就说 那么你们家就把那个东西离掉 我就把它离到对面 就其实打起来过这么一个短暂的心 鉴于李秀英的这个鞋柜已经被物业清理了 江源做出了让幕 他把这个可视门铃呢 从家门的左侧移到了右侧 移动后的这个门铃呢 不再对着电梯口了 而是与电梯同侧 最主要也是要灵力和睦嘛 其实为了灵力和睦 对它的影响减到最低 所以呢我第一次就把它 把这个摄像口移到 李秀英却认为 虽说门铃换了位置 但还是能排到他们家的这个进出情况 甚至他觉得江源在自个儿的一再反对之下 他还要装门铃 就是想让自个儿不舒服 到了这一步 这对邻居呢 明显是相互置气了 但是法院判案得有理有据啊 不久之后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做出了一审判决 被告江源安装的那个可视门铃 有摄录功能 并且拍摄范围 也涉及到了电梯出入口的位置 对原告李秀英的隐私 造成了一定的妨害 而且门铃呢 还装在公共走廊的墙壁上 最后判决 被告江源 拆除可视门铃 对于这个结果嘛 江源表示无法接受 江源对判决不服 提出上诉了 他表示 不能仅仅凭李秀英的一面之词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自己也有很多 法律关系上的疑惑 也是可视化门铃 或者说家庭摄像头 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 十分常见的这个安保设施了 他在隐私权上 究竟该怎么解释 该怎么掌握安装的分寸 这都非常值得探讨 2020年6月24号 上海市第一中介人民法院 再次开庭审理了这个案子 庭审过程当中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他们辩论的焦点 主要是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首先就是 公共走廊是否有隐私权 江源一方认为 两家公用的走廊 属于公共区域 公共走廊里头 安装可视门铃 没有侵犯到任何人的隐私权 而被上诉人李秀英觉得 走廊虽然是公共区域 但属于两家共有 江源在安装门铃之前 没有报备有关部门 也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 他就是违法偷拍行为 等于我这半年的 我家里人全部的行踪 全部被他拍下来 而且我是不知情的 这个属于一个偷拍的行为 我觉得 法官在这一点上 支持了被上诉人李秀英 所以上诉人认为 这个是公共区域 就不涉及到隐私权的问题 我们觉得这个理由 还是不能成立的 接下来双方辩论的焦点就是 出于安全目的 在公共区域安装智能门铃等设备 是否应该受到限制 江源一方认为 自己是为了安全 才安装的可视门铃 可视门铃不仅不会对 李秀英一家造成影响 还能起到保护作用 在我们当事人这个小区 存在着频繁的 一个偷盗行为的这个情况下 所以说我们安装 这样一个可视门铃 是非常有必要 但是李秀英一方认为 自己的安全 不需要江源来保护 我觉得它是在侵害我的 个人利益 还有财产安全 个人安全 它是在侵害我的隐私 它并没有起到保护我的作用 而且我的个人隐私 我的个人财产安全 为什么要受到它的保护呢 除了个人意愿 李秀英一方还搬出了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的 第56条的相关内容 上述人在建筑工工部安装 具有摄像功能的可视门铃 它有经过批准吗 有任何规划手续吗 没有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违法行为 没有条法律法 我确定就是我这个行为说的 对此 法官认为 理论上想使用公共墙面的话 确实需要其他业主同意 但是在法律上 也存在着合理利用的情况 比如说在墙壁上装一个牛奶盒 有时候的话 因为这种是有这种必要性的 所以说也是可以合理的利用 那么江源的行为究竟该怎么判定呢 法官认为这起案件是相邻的防害纠纷 关键是在于是否对他人造成了防害 上述人他出于保护自身家庭的财产的安全 那么也是出于这么一个生活便利的一个角度来安装的 并不带有一个窥探别人隐私这么一个目的 当然他在安装这样一个智能门铃的过程当中 但是还是要注意到有没有侵犯到别人的隐私权 所以最后一个焦点才是关键所在 那就是可视门铃是否侵犯到了李秀英的隐私权 为了解决纠纷 二审法官启用了何亦廷 在何亦廷的人民陪审员进行商议的同时 一旁的这个网络直播上 很多网友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有的网友认为 可视门铃拍摄的公共区域邻居无权干涉 但是也有网友认为 家门口的走廊是特殊的公共区域 不能随便安装具有摄像存储功能的可视门铃 家门口是个特殊的区域 不是普通的公共场合 通过观察家门口的情况 可以掌握这家人的社交关系 生活习惯 什么时候有人 什么时候没人 完全可以为犯罪实施提供条件 有人说这案子只能发生在上海 也只会发生在上海 当事人因为一件不起眼的小事 斤斤计较 其实背后体现的是大家法治观念的进步 和对隐私权认识的深入 观点可以有交锋 判案却必须要有实证 为了给何亦廷的人民陪审员提供实证 法官决定到两个邻居的楼道里头 进行一次现场勘察 这可以说是两家产生纠纷以来 第一个权威第三方来到现场 法官在现场演示了若干情况 并且用指使进行了精准的测量 那么现场勘察会给出一个怎样的结论呢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刚才说到为了一个小小的可视门铃 居住在上海某栋楼房里的邻居江源和李秀英 打官司了 在公共场合安装摄像头 究竟是否侵犯了邻居的隐私权呢 这个技术进步带来的新问题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在一审实例的情况下 作为门铃安装方的江源继续上诉 二审法官就决定到现场 对门铃的这个拍摄范围进行一下勘察 作为疑似被侵害方 李秀英也来到了勘察现场 法官表示 他们会实验在各种情况下 可视门铃能够拍摄到的范围 第一种情况是门铃的现在的这个位置不动 法官从电梯到李秀英家来回走动 法官的手机显示出来的 就是门铃能够拍摄到的画面 这个时候进行演示的法官开始同步行动了 现在演示的是从门口走到电梯门口 视频里面手有吗 那你在这个地方都看不到 通过实验 法官发现了 按照正常人的一般行动轨迹 被门铃拍到的几率不大 但是这个时候李秀英过来了 他演示了另外一种情况 他就是走了一个很大的拐弯 就这种情况 就是贴着走廊边上来走 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看见 像这个位置他能看到按电梯的人的脸吗 看不到脸看到一个身影 看到一个身影 这已经是最极端的情况 确实只有像李秀英那样 贴着走廊边上走路 才会存在被拍到的情况 而且被拍到的是个后脑勺 当然了 哪怕是个后脑勺 这也是人家的隐私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 江源在二审开庭前 也主动进行了整改 他在门铃靠近电梯的这一侧 安装了一个蓝色的塑料挡板 江源认为 安装挡板之后 门铃可以监测到的这个范围缩减了 应该不会对李秀英造成困扰了 那么这个蓝色挡板的实际效果如何呢 法官也进行了相关的演示 他们用纸片制作了一个挡板 挡在这个可视门铃的左侧 即靠近电梯这一侧 法官测量之后发现 加装挡板之后 有人距离江源家50厘米之内 才会被拍到 这结果很快就反馈到了庭审现场 然而李秀英一方提出了一个特殊的情况 现在这样装一块挡板 明显是 不是属于彻底排除方案 而是减少了方案 对吧 但是从长久来看 可视门铃不拆除 仅装一块挡板 不足以避免对被上署人权利的方案 李秀英的诉求 依然是拆除可视门铃 他们各自的诉求 以及现场勘察的结论 都送到了何一亭 法官们经过认真的研判分析 最终在2020年6月24号 做出了终审判决 法官认为 江源安装挡板之后 门铃的可视范围进一步缩小 对于邻居李秀英的影响并没有超出合理的限度 因此驳回了李秀英的要求拆除门铃的请求 江源的诉求在这次的庭审当中得到了支持 正是因为他一直在积极整改 使得自己的行为没有超出合理的界限 得到了法律的支持 但是法院也在判决当中指出了另外一层法律关系 如果江源所在的小区 对于利用公共空间 安装可视门铃等物件 有相关的协议 或者相应的物业管理规定 那么业主委员会是可以作为民事主体 另外要求江源承担责任的 其实也是把这一块就说 具体是不是合理利用这个公共走到了墙面 交由业主来进行制止 他们觉得他们去判断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判决是处理江源和邻居李秀英之间的隐私权纠纷 但是江源的行为也可能会受到业主委员会的限制 这是后话 而对于这个结果 李秀英一家也有自个的表态 李秀英一家表示 他们会始终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其实是个非常闪光的品质 也正是一代代类似李秀英这样较真的人 促进了立法和司法的进步 我们要有与时俱进的法律态度 但是回到生活当中 我们也应该多一些与人相处的包容与智慧 李秀英和江源两个人年龄相差有点大 对于智能门铃这种新兴事物 接受程度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有时候新旧并非不可兼容 就像上海这座城市 参思多态 才是幸福的本源 每个人对隐私的界限不尽相同 然而法律永远是道德的最低标准 我们期待着时间能够冲淡一切 让两家人从归和睦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希望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聊聊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